感情世界和油管的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18号星期五 亚太时间是8月19号星期六 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重走瑞幸咖啡的老度会成功吗 24300多亿的债务 谁能接得下这个盘呢 恒大破产并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它破产之后出现的情况 每一个中国人都将被触及 无人幸免 所以中国人 包括跟中国有关系的华人 都应该有所准备了 起码得有一个心理准备吧 不然丑闷的事太多了 人就容易变得衰老 说到衰老呢 前段时间有观众跟我一位同事大姐说 说这几年林某阳不见老 看不出脸上有什么皱纹 其实这多亏了一款非常好的产品 也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 Damerola玻尿酸面膜 我在定期使用 就是我们桌子上摆的这一款 这是一款德国的面膜 很多明星都在推崇 像杨幂啊 林志玲啊 近东啊 等等这些大腕明星们 他们都在用 这款面膜被称为是面膜当中的爱马仕 那么它具体有什么优点呢 首先它用的就是顶级的蚕丝棉制作 第二它含有高浓度高品质的玻尿酸 不仅可以补水 还可以修复受损的肌肤 简单皱纹 这个真是没得说呀 那这款面膜 为什么比其他的那些产品 稍微的贵那么一点点呢 原因就在这 也是明星大腕们 推崇这款面膜的原因所在 当然我也在用嘛 大家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这个链接 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XWKD新闻看点的第一个字母 您就可以在原有折扣下 再享受85折的优惠 注意如果在这个链接下 您购买满70美元 还可以享受全美国境内的免费邮寄 好了 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话题 接着到当地时间 今天上午10点20分 恒大物业的股价下跌了9.09% 也就是0.6港币 恒大汽车下跌了6% 也就是1.41元港币 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使旗下这两家的公司是应声中枪 昨天依据美国的破产法第15章 恒大集团向美国的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寻求保护他们的美国资产 并且努力达成债务重组协议 同一天 恒大集团的附属公司 天机控股和景成 也在纽约曼哈顿寻求破产保护 大陆腾讯新闻前旺在今天独家得到了恒大的申请文件 报道中表示恒大这份文件主要是向法庭解释 为什么恒大目前的情况是符合破产保护的 以及恒大在海外并没有重大资产 美元债的偿还由子公司的分红执行等等 文件中披露 恒大目前发行在外的那些美元债面值是142亿美元 截到今年的7月31号累计余额是168亿美元 不过华尔街日报表示 恒大在美国有价值190亿美元的债券 都受美国法律关辖 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这个消息 今天一早就冲上了大陆的微博热搜第一的位置 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有必要说明一下 恒大并不是宣布破产 而是申请破产保护 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通常陷入困境的企业会有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破产清算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这个破产 另外一种就是破产保护 根据美国的破产法宣布破产清算的公司 他的全部业务必须立即完全停止 由破产财产托管人来进行清理公司的资产 说白了就是进行拍卖 然后用这个拍卖所得的资金 偿还公司的债务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那申请保护的这个公司呢 就可以继续运营迅速重组 目的就是要留案的花明起死回生 避免陷入破产解散的境地 启动了破产保护程序之后呢 可以暂停美国境内针对它的诉讼程序 为离岸重组计划进行创造条件 大家知道瑞幸咖啡当年就曾经在濒死的状态下 在美国申请并且启动了破产保护程序 得以重生了 瑞幸咖啡在2020年4月爆出了假账丑闻 根据美国证教会的指控 瑞幸咖啡有意且大幅虚报收入级支出 大幅低报净亏损 瑞幸他自己也承认 做了22亿元人民币交易额的假账 随后瑞幸的财务是一蹶不振 不到一年的时间 瑞幸咖啡负债就高达了29.8亿人民币 并被处以数亿美元的罚款 瑞幸的股价也是跳水 暴跌了90% 最终被破水退出了美国股市 但是2021年的2月 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 瑞幸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 在被破产保护期间 瑞幸进行了债务重组 过了一年 到了2022年的4月 瑞幸咖啡结束了破产保护程序 之后的瑞幸就是起死回生了 说白了呢 瑞幸咖啡就是钻了一个美国法律的空子 不过他机会把握的挺好 那如今恒大也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显然就是在重复瑞幸咖啡的这条老路 不能不说许家印 的确是一条足够狡猾的老狐狸 他也来钻美国法律的空子了 要通过美国法律的保护 使恒大在美国的资产不会受到损失 同时也谋求东山再起 恒大当初在发行美元债的时候 选择的是适用纽约法律 外国企业可利用破产法第15章 阻止债权人在美国对申请人提出起诉 或者是冻结资产 从而争取债务重组的时间 也就是说许家印是在为恒大活下去 做着努力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美国会不会批准 恒大的申请 启动对恒大的这个破产保护程序 目前应该说是五五开 既可能又不可能 因为恒大负债规模巨大 如果不能完成重组的话 那么可能会引发国际资金的断裂 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了 那等于向国际社会输出了危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美国可能会批准恒大的申请 让恒大进行债务重组 可以避免给国家社会造成危机 美国人的愿望是好的 但是很可能会落空 很可能会被中共再一次欺骗 我们不能指责美国人很傻 一次一次的被中共欺骗 却不长点记性 这一点是因为美国人 大多数都是善良的 我们只能说美国人的肠子是直的 而中共的那个是一肚子花花肠子 直肠子玩不过这个花花肠子 但是许家印会有瑞幸咖啡创始人 钱志亚那么幸运吗 恒大能够债务重组 起死回生吗 首先要清楚 瑞幸咖啡是外国公司 注册地是在开曼群岛 而恒大是中国公司 创办地在广州总部是位于深圳 这个区别就意味着 在偿还债务的过程中 中共当局可能会有不同意见 比如先偿还哪部分人 先偿还外国人债权人 还是先偿还国内债权人 恒大在美国申请的这个破产保护 当然就是先偿还美债 还了美债之后才会考虑国内的债务 但是国内的债权人 他也认为自己应该先获得偿还 因为是本国的公司 特别是中共 更会这么想 因为债权人要是得不到偿还 那民怨就会更重 中共当然担心会生变 所以自然就先希望偿还国内的债权人 有知情人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保障外国投资者并不是一个优先选项 什么意思 就是中共他不想先偿还国外的那些投资者 而且恒大早前也表示当局有参与解决问题 这就意味着在先偿还哪部分债权人的问题上 北京当局应该会进行干预 这必然会增加偿还债务的难度 但是尽管中共可能会干预 作用可能并不大 国内债权人基本上不会得到偿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允许他破产保护 就是让他去凑钱 这是说的最简单不过了 能凑到钱就还美债 那凑不到钱呢 下一步就是宣布破产清算 如果到了破产清算这一步 美国拍卖恒大赛美国所有的资产 当然是先还美国的债券了 然后才能考虑中国国内的债券 可是问题是还了美债之后 还有多少钱呢 还有没有钱呢 所以国内的债权人一定会吃大亏的 其次呢 这个恒大债务庞大 几乎不太可能有人接手 恒大不是瑞幸啊 二者在根本的这个问题上 所欠债务这一个界面上 不是一个量级 瑞幸咖啡在申请破产保护的时候 当时的负债率只有29.8亿元人民币 以现代的人民币汇率7.28到7.29来计算的话 也就是4.0927万美元左右 可是恒大就不一样了 根据恒大上个月的报告 截止到去年底恒大集团的总债务 已经达到了24,370亿元人民币 大约是占中共GDP的2% 折合成美元是多少呢 大约是3400亿 这是瑞幸咖啡当时所付债务的850倍左右 全球金融市场早就知道恒大的债务问题 这是中共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债务重组计划 拿出几百亿美元来收购股权 都不能解决恒大的任何问题 会有哪个冤大头投资人 愿意给全球债务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输血呢 非常难 正常情况下几乎不太可能 除非中共假守别的国家的公司 把钱给外国的某家公司 然后让这家公司入股恒大 除了这种情况 真的想不出会有什么样的理由 来让冤大头去收购恒大的股权 大家知道恒大的问题可不是一天出现的 2021年就第一次出现了美元债务被约 2021年和2022年两年的时间 就损失了5819亿人民币 大约是800亿美元 而它的现金流是多少呢 只有43亿人民币 大约合5.9亿美元 那之前一直都没有人收购 现在就会有冤大头吗 更何况现在中国的经济 已经是坠下了悬崖 正在经历着断崖式的下跌 中国的房市已经多年持续低迷了 严重打击着人们的信心 中共国家统计局前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全国70个城市当中 有63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是下跌的 其中包括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的城市 有人可能会问了 国际社会找不到接盘侠 那中共政府也不接吗 中共政府本身肯定不会接盘 中共当局此前就已经有过公开声明了 不会救助恒大 也不会跟恒大注资 当局在声明中曾经表示说 我这么做不符合政府的目标 在中国没有哪家民营企业大到不能倒 已经给把这个道封死了 那如果现在中共要是接了恒大的盘 给恒大去擦这个屁股 其实后面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爆雷的房企呢 都在等着擦屁股呢 那些都濒死的房地产企业 要不要救呢 中共救得了一个 能救得了所有吗 如果救了这个不救那个 那个就会问 为什么救他不救我呀 所以呢 为了减少麻烦的 中共不会接过恒大的盘 当然了 中共它也不想让恒大立刻就死去 为什么呢 因为恒大不仅有巨量的债务 还有已经预售了 一百多万套没有完工的漆房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至少有一百多万个家庭 已经受到了影响了 我们知道买房啊 这是中国家庭最大的一笔开支了 几乎榨干了一个家庭 至少三代人的血汗 假设一套房子的背后 有一个家庭 那么每个家庭如果有两个人的话 这就是二百万人 如果有四到六个人 那就是四百到六百万人 有这么大的人群 如果集体去追债的话 那将是中共很头疼的问题 它将会引发社会的动荡 所以中共呢 并不希望恒大立刻就死去 害怕愤怒的民众 直到社会动乱 中共呢 本身不想让恒大立刻就死 但是它本身又不接盘 那么怎么做呢 所以它可能会让地方政府和地方的房地产企业来接这个盘 有知情人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地方政府已经接到了中共最高层的命令 要求组织会计人员审计恒大在当地的财务状况 与其他开发商商讨未完工项目的后续 也就是说中共把恒大这个盘是甩给了地方 让地方的那些小开发商来接盘 可是问题是什么呢 地方的小开发商 它的嘴够大吗 能接得住恒大24370亿元人民币这么大的盘吗 就算它能接得住恒大这个盘 后面还有很多的盘都能接得住吗 恒大是第一个爆雷的公司 但是它可不是唯一的一个 也不是最后的一个 如果恒大的盘被接走了 那么会不会引起其他那些跟恒大类似的房企跟进效仿呢 比如碧桂园 比如远洋等等这些已经爆雷的公司 他们会不会这么做呢 大概率的会跟进效仿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大小民营房地产的那些不良资产 总计大约有一兆美元 也就是一万亿美元 那折合成人民币大约就是七万三千亿元 地方的小开发商 怎么可能接得住这么大这么多的盘呢 所以在国外没人接 国内又接不住的情况下 恒大的命运那不是明摆着吗 即使中共不希望它死 恒大也一定会死 就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其他那些爆雷的房企 他们的命运跟恒大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恒大即使不会发展成中国的雷曼事件 但是大概率会触发大陆的房地产企业的破产潮 因为恒大的问题和它今天的状况 在其他房企的身上同样存在 问题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最终无解的情况下 房地产老板们为了自保 大概率的把钱自己转移到自己的账户 个人账户里面之外 会选择宣布破产 而这将对中国各家银行形成致命的一击 仅就恒大集团来说 中国一些银行向恒大的这个借贷的数额 是相当的庞大的 公开资料显示 2021年9月 网络曾流传一份疑似恒大的债主名单 名单中显示 恒大欠下10家大陆银行的债务是1270亿元人民币 其中欠中信银行国际近百亿 但恒大的头号债主可不是这个中信银行国际 而是民生银行 据说呢 民生银行被拖欠的这个贷款是293亿元人民币 不过也有股民表示恒大欠民生的贷款是115亿元左右 不管多少 已经是超过了百亿元了 另外呢 跟恒大体量差不多大小 同样是万亿级别的大型房企碧桂园 今天的股价暴收是0.76元人民币 比昨天收市价跌了1.29% 上周碧桂园已经承认了 遇到了自成立以来的最大的困难 正千方百计开展自救 怎么自救啊 能救吗 今年上半年 碧桂园亏损了450到550亿元人民币 近期碧桂园还有两笔债息跳票 共计大约是2250万美元 14号 因为债务问题恶化 碧桂园旗下的11档境内的公司债被迫停牌了 共设计157亿元人民币 这么大的数额 怎么自救 说说而已 此外还有中共国企远洋集团 也没能支付2094万美元的债息 这三个大的包袱 不得把人给累死吗 除了这三个大型房企 还有很多像花样年 世贸 富利 家兆业等等 这些大量的头部房企也都爆雷了 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二线三线的那些房地产公司 如今都面临着债务困境 从2021年恒大爆发债务危机以来 占中国房屋销售量40%的公司都出现了债务违约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 房地产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 也就是说中共吹出来的那个鸡的屁 大约三分之一都是靠着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如果崩盘了 中国经济将受到多大的冲击呢 这才是最要中共命的 许多人都已经在分析预估了 房地产危机将会蔓延到中国经济的其他领域 最先受到冲击的就将是中国的金融业 这些巨大的负债将压死那些中国的大大小小的银行 所有房企的背后 我们都很清楚 那都是银行的资金在支撑着 房地产业几乎就是在借钱在做 一旦大量的房地产企业爆雷 甚至破产 那么银行贷出去的资金 就得银行自己来扛自己担负 即便是拍卖房地产 那点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不可能填补贷款的那个巨大窟窿 前面已经提到了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中国大小民营房地产企业的那些不良资产 大约总计是一万亿美元 七万三千亿人民币呀 这么大一笔负债 中共的各家银行扛得住吗 如果扛不住怎么办 破产呗 只有宣布破产 大陆独立经济学者龚胜利 今天对大纪元表示 今年可能是中国的一个分界点 什么信托 什么融资爆雷 可能是未来几年之内的一个常见事态 但是我也不得不再次说明一下 中国百姓将要过上一段很苦的日子了 这段苦日子的时间有多长 取决于中共解体的快慢 取决于中国百姓自己的选择 如果中国百姓思想上唾弃中共 行为上远离中共 并且切实的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那么中共很快就解体 如果人们对中共的认识不清 甚至像一些小粉红还在为中共站台 那么中共解体可能就会慢一些 苦日子的时间可能就长一些 如何选择 就在一念之间 然后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 如果您愿意向我们捐助 在视频下方有专门的捐助链接 大家也可以订阅新闻看点的会员频道 另外我们的节目 通常在干净世界会提前一两个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播出 大家也可以到干净世界来提前观看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